减止气想喝酒怎么办 借了那么多好吃的 把酒也借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艾米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薰酒款 这期呢我就来分享一下 夏天我最喜欢喝的三款 低卡又清新的鸡尾酒 包学包会零食版 调出一款 低卡鸡尾酒的三个要诀 是什么 如果你懂了这三个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变通 第一呢 你的鸡酒只能用到 福特加龙舌兰琴酒和兰姆酒 威士忌呢 这种高卡一点呢就不要小 第二无糖 可以用到那种宁卡的代糖又或者是水果 它本身带有的天然果糖 第三巧妙的使用宁堂可乐 雪碧茶 咖啡 苦精 这种没有卡路里 但是呢 可以给鸡尾酒增加很多风味的 你学废了吗 第一款叫大家做的 低卡玛格丽特 这里呢用到是 Moscow 我喜欢它那种比较烟熏的风味 加30毫升 加入少许的清明汁橙子苦精 来给加一点风味 搅一搅 一点糖都不加 倒到我们的盐边杯里面 最后呢加上一点清明气泡水 给它增加一点气泡感 这个味道完全不熟那种加了糖的玛格丽特 非常有层次感 第二款要教大家呢 有点像琴酒跟苏打水的稍微改良版吧 非常爱这款日本琴酒 叫做Luku6 最近呢是这边的樱桃季 所以我们家里有很多很多樱桃吃都吃不完 我大概提前了一两天用樱桃去喝之后呢 往里面倒了很多日本琴酒 让它泡了个一两天 加上30毫升我泡的琴酒 两片柠檬 最后呢倒上我们琴卡的苏打水就可以了 樱桃琴酒苏打 做完了 这樱桃它本身带有一丝丝的甜味 你就觉得非常的欣欣 很有夏天的感觉 前面这两款呢 比较多的是在家里调 那你要去外面的时候 要有一个低卡鸡尾酒 你该怎么点呢 就是这个无糖自由谷吧 往杯里加入郎姆酒 满上无糖可乐就可以了 夏天应该喝了三款低卡鸡尾酒都交给你了 好胜财呢 在夏天都给我秀出来 喜欢AVY的别忘了三连再等 拜拜